這件作品是藝術家李正勳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的風格呢 長期以來都是以幾何線條符號下去做創作 來到博二倉庫除了常見的多元美材展品 和以往特展不同 這裡的特展中原汁原味 進場先測個首相 檢測自己的藝術美學 我的生命中的藝術是 風不來天台 感情天長地久 事業一本豐盛 他覺得這個整不整 還蠻整啊 這品很特別 但是還沒有看得懂 想知道這品的創作人 怎麼選賺這個畫面 博二看首相藝術特展背後一函 是創作者用手工藝術創作 一點一滴來描繪自己的作品 展現出無法被AI科技取代的藝術價值 除了可以近距離欣賞作品 還能一同觸摸互動 感受創作者的創作精神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AI生成時代的來臨 對然後在我們生活上面 可能或多或少都會被有一些影響 其實我們是想要探討 就是在這個AI的時代裡面 這樣用手創作的作品 它的一個美學價值 其實是不可能被AI藝術 生成藝術所取代的 隨著藝術發展演變 越來越多創作者使用科技 甚至有許多藝術利用AI生成的方式來創作 不會手上特展不僅用互動的方式 回過看展與創作的初心 傳遞屬於自己的美學價值 人間衛視王商易高雄採訪報導